这很可怕 这样来的 这我去调整改了 来来乡互助村这二十几位 非原住民身份的民众 看到议员廖志诚及立委 是立即传达他们因为居住在 三地保留地的关系 将要遭受原住民委员会强制收回 眼看被迫离开祖先留下来的土地 他们真的不知如何是好 这土地让社医院就没有担心 这是问题 让社医院就没有 看政府来 我们老公来安排 我们要让我们有关理 有关征 是来给我们 我们要前一大 对吧 会让我们的生存 他们早期在那里经续 然后 还会做三地保留地 感觉对他们很不公平 他们自头到尾 他们如果说 如果做的时代就经续得很严重 对陈琴民众的问题 议员廖志诚及立委 是很专注在聆听 因为这涉及法令问题 而且权责在中央单位 要马上解决并非容易之事 现阶段处理方式 就是民众要提出过去居住或耕作证明 若在法律帮布前最有的事实 在争取合法取得应该具备有利条件 民众四十八年时时 若有原来的定期资料 有在经济 我觉得对于很优劣 到底是要在地政事务所请 或是在我们人爱工作 或是在我们政府的原民局请 我来了解一下 可以提供他们一些这些 以前的作用 或是买买这些资料 来作为蔡廟委员 作一个政纪料 来请他开协调会 跟我们的原民会 来作一个协调会 看能够把他们的管理 政策都回来了 原住民保留地 是政府为了保障原住民权益 安定生活发展经济 规定只有具原住民身份者 才能持有 诚情问题就因为 他们非原住民身份 不过若他们居住时间 早在法律之前 政府应该可以兼顾 法理情的状况 还给民众居住 及更做权利 米熊和怀怀 布里采访报道